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下没有管教好 那今天的事情 冷掌柜 你放心 那在下告辞了 慢走 走 冷掌柜 你等等我吗 冷掌柜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春宵一课了 我在办正事 你别给我胡说八道 原来你之前说的朋友就是你自己啊 想跟本姑娘请教你就直接说嘛 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呢 如果你让我入股廷龄房的话 没门 那你刚刚跟天香阁的合作谈成了没有啊 你说呢 要不要我帮忙 喂 要还是不要吗 不过是一时奉公 别太自信 做生意还是要细水长流 喂 跨我一下那么难吗 瞧一瞧 看一看了啊 穷单线路湖布水 全息上市 现在购买还有便协装赠送啊 看一看 来看一看啊 还有赠送的明天啊 大家不要错过 保购路过千万不要 要素 什么情况啊 姑姑怎么都跑朱颜阁去了 还有几位我眼熟的常客 小王爷 刚刚那个朱颜阁敲锣声太响了 咱们的顾客都跑了 我觉得我们也得想一个口号 把我们的顾客再吸引回来 宗儿这个办法倒是直接 今日我们要去对面探店 怎么忽然要去朱颜阁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但是朱颜阁的门上写了 同行末入 面吃不雅 咱们这样贸然闯入 我觉得 我有办法 冷掌柜 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让桂园 把那个货买回来 慢慢研究就行了 店铺陈列还是得实地考察 你想要进手庭领房 就必须要学会跳出倒垢的角度 刻够地去想问题 一有机会就叫我 真烦人 好的 掌柜的 但是化妆的时候最好不要皱眉哦 我们下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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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了一条 准备好了 你们装扮好没有啊 我们要赶紧出发了 宗儿 原来你给男生化妆也这么细心啊 早知道我就不自己化了 被郑长官发现我就全完了 要做 作坊昨天才把胭脂盒的样品送到我的手里 朱盐阁的产品却已经上架了 妹妹 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亭陵房有内鬼 看这个样子也许大概是的 是的 三位贵客远道而来 正某有识远迎 海情海凡 不知三位对我们店里的产品可还满意啊 满意 很好 要么我们再好好去看一看 姑娘莫慌 一看姑娘这气质就非凡啊 我们店哪 正好有一款镇店之宝 姑娘请看 这款口汁 是我们店最新研发的产品 姑娘 不妨把面纱接下来 事上一时 不用了不用了真不用了 小心 我觉得我们暴露了 快走 站住 你偷了东西 别想就这么走了 不能 我妹妹不会偷东西 我看见了 就在她的口袋里 我这口袋我进来就没打开过 这该如何是好啊 你敢把口袋翻开 让我们看看吗 看就看 谁怕谁啊 店不大 当然不会欺负客人 不是 这个我 我真没有拿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我口袋里 是呀 这女孩儿的心思可真是难猜呀 小姐的包包真好看 哪里买的 西域老家买的 我想起来了 是她 肯定是她放的 是你放的吗 嗯 是 那既然如此 看来只能把我的店员 和这位姑娘 一同送去官府 让青天大老爷来一探真相 来人 等等 不用着了 喂 我真的眉头不怕去见官的 那就走吧 我们先离开再说吧 来 辽祖 我今天真的没有偷奈何口汁 奈何口汁 是不是从你身上掉出来的 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 但那不代表是我偷的呀 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 黄姑娘 刚才从一进殿开始 你的神态就不对了 我 冷谋以为人穷不能制短 但没想到 你连最后的道德底线都没保住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爱信不信 我黄子玄不在乎 对 你不在乎 你只在乎钱 只在乎怎样完成工作 从我这儿拿钱 我看你是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 你说得对 能掌柜 你先忙吧 你先忙吧 常不打车 你先忙吗 你先忙吧 你也别怕 你看着还要是 要是 你站在乎 你也要是 你还要是 明天和你 他说不算 就是 你 少爷 少爷她 以南 你告诉小姐 副掌柜手册上写明了 每隔一盏茶时间就在天堂 小姐记性不好 你盯着她 把手册抄三遍 以免她忘了 少爷 这 你上次跟我提的掌功去 小姐 在下帮您磨磨 告诉你家少爷 本小姐也是有脾气的 有些人自己小心 不相信别人 还觉得是别人的问题 少爷 以南 你告诉小姐 做人呢 和做生意一样 要讲究诚信 让她记牢了 小姐 本小姐休息时间到了 少爷 小姐怕是生您气了 您要不追出去看看 那您有没有看出来 少爷 你们家少爷 在生小姐的气啊 少爷要是推脚不方便 在下替少爷看好小姐 还有这么多账本要看 那个叶丫头 但凡靠谱顶 我也不用 小王爷 小王爷 宗儿 宗儿 本王实在是生气 小王爷 你是在研究朱元哥的新品吗 其实是我们的新品 朱元哥抄都不会抄 本王设计的上面有一层雾面 整体更加典雅 朱元哥的货那么妖艳 实在是破坏了本王的苦心 我拿走设计稿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这一层 这小王爷看着天真可爱 说不定是大之如鱼 宗儿 你在想什么呢 小王爷 你也觉得 我是偷口知的小偷吗 当然不是 可惜有些人就不这么想 宗儿 药祖从小与我一起长大 他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 你与他好好说 我相信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一定可以解开的 当然 他要是敢欺负你 我这个未婚夫也不是好惹的 药祖 你要去哪儿 回府 喂 走了 不叫喂 不是要好好说话吗 小王爷 小王爷说得对呀 要好好说话呀 嗯 嗯 黄姑娘 你不必心虚故意讨好我 雷老祖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龙某对品行不端之人 一向如此 轻点 冷掌鬼 我就是个粗丫头 清不了 你满意了 小姐 少爷说您 非要自告奋勇 为他去买张继兴出的薄荷糖 薄荷糖 薄荷糖 辛苦小姐 我什么时候说 诶 无话还没说完呢 走 冷藥醋 你给我等着 好 就知道欺负我 是啊 你 我店里的伙计刚刚从浴水回来 黄姑娘有的新爹爹 别忘了轻爹爹才好啊 爷爷给你买串糖糊了吃 谢谢爷爷 来 尝尝 看看甜不甜 好不好吃啊 爹 我想买老鼠 你干嘛 爹就在前面 你最好别给我搞什么花样 你也账 府里那么多下人你不使唤 你偏偏要你妹妹搀扶你 万一闪到了该如何是好啊 爹 哥哥他 你不用替他辩解 当哥哥的没个当哥哥的样子 你说在店里帮帮小忙也就算了 还得抛头露面的到处跑 累坏了 宗儿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爹 现在受伤的人好像是我吧 爹 咱们还是等一下哥哥吧 爹今天让小厨房给你做了红烧白骨 想不想吃啊 走 哥哥 我来给你送饭了 哥哥 我还没给你玩 像是猫 opportunity 你也可能把ines concern 讨厌鬼小时候还挺可爱的吧 这父子俩过去都挺好的 怎么如今 这么简单就找到了密室 这能卖多少钱啊 很多简 小心 你压到我腿了 对不起啊 快去把蜡烛点着 蜡烛 我起来 这这这 蓝掌柜 我是来给你送饭的 你看你这是黑漆漆的 你也不点个灯 我真的没看见你腿 不怪我吧 你看看那个还转不转得动 别费劲了 那那怎么办 我们不会被困在这里吧 我可不想跟你共处一室 你别说的好像我多想和你共处一室似的 喂 你要干什么 你说呢 不是吧 果真真的男女共处一室容易干产烈火 这是怎么办 我要如何是好 我可以这里相当坚定 你过来 我不过来 那我过去 你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我就 我就 我就 我就把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你自己带去 就好 你自己带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